前日公主殿下中毒一事 下官已经查明 是香草堂霓裳所为 霓裳对公主心生记恨 雇在樱花糕中下毒 其心思之歹毒 手段之残忍 实属罕见 惊扰了公主殿下 是下官之过 不过也请公主殿下放心 宫市局绝不姑息此人 明日便将此人送至大理寺 速速处死 以给各方一个交代 霓裳没有下毒 下毒的另有其人 你说下毒的不是霓裳 可查到真相了 正是 洛王殿下 洛王殿下 洛王殿下来晚了一步 下官刚和公主殿下说过 却是霓裳所 人证物证俱在 洛王殿下如此笃定 可有其他证据 我们说了霓裳是被冤枉的 那自然有证据 袁大人别急 你们认为的真相 和我们查出的真相 好像有些出力 紫萱 解释给二位大人听 把东西自己拿上来 小侯爷 这是要做什么呀 容我给大家变个戏法 大家请看 这小侯爷搞的什么马戏呀 弄得跟铁边卖艺的一样 这是一块从厨房找到的纱布 毒药就在纱布之上 这纱布经由毒液浸泡在晾干 被人偷偷放进瑞园的小厨房 而制作樱花糕 需要用纱布过滤花瓣 霓裳姑娘只知道食材没有问题 却不知道 这制作糕点的纱布 被人动了手脚 事发当时 本王便让宫市局的侍卫 封住了小厨房 使这作案之人 没机会拿回物账 而这纱布 就是从那里找到的 这纱布 即便如此 谁又能证明这纱布 不是霓裳做的 问得好 把人带上来 跪下 这就是瑞园打砸的小杂役 厨房的纱布 就是他负责清洗量善的 说 你是怎么在纱布上下毒的 大胆奴才 还不如实招来 奴才将毒尖水 渗入到纱布之中 已经晒干 云铺头纱布无益 奴才认罪 奴才该死 量你这个小杂役 也没有这么大胆量 说 谁指使你的 我妹妹 你现在犯的是滔天大作 说是死 不说也是死 小杂役 朕早说了 省得林妹你全死 快 拦住她 盯嘴 好嘴 张开 盯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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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王爷 人端起了 霓裳 你受苦了 多谢小侯爷 不用谢我 能救你出来啊 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骆王 新月 还有那个吴依 他们都帮了大忙呢 吴依 对了 你还不认识他吧 他呀 表面上是个冷漠无情的家伙 实际上呢 是个热心的侠义之士 就是他呀 在公主面前替你求情 还和我们一起 找出了真凶呢 霓裳 我送你回去吧 我想先去找陈侍侍报个平安 好 咱们走 嗯 大人何必动怒 这次的事情 公主又没有追求 妇人之见 小杂衣自裁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她是受人指使 将来还少得有麻烦吗 我原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没想到如此愚钝 空长了一副皮囊 这些事情你就得认 苏少奶奶还真以为 自己是金枝玉叶不成 我告诉你 以后给我识相点 过来 过来 别以为万官抬举了 你就忘了自己什么身份 你们苏家 不过是我养的狗而已 没资格和我平起平坐 你